有人说,嫁人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 而陈慧玲投第一胎,就已经赢在起跑线上了 陈慧玲的家里是做珠宝生意的 陈慧玲的时尚品位在圈内是公认的好 她原本读的是设计专业,想着可以在家族珠宝 夜有用武之地,结果却一脚踏入娱乐圈 如果经出道23年,林飞文 娱乐圈的不少女艺人都或多或少传出 过与某某富商的绯闻,唯独陈慧玲从不 曾沾染这些,就如她说的那样 因为自己的家庭,无需担心被人说包养 陈慧玲虽然家族有钱,但是进入演艺圈后 的她也很努力 从模特、歌手、演员 十多年的努力,她自己就赚足几十亿的 身家加上嫁入的又是豪门,妥妥的亿万富豪啊 虽然出生豪门的她,做事却一直很低调 经常做善事,如今她捐款高达上千万 中国南方雪灾捐款三十万,汶川地震捐款六十万等 都有她的捐款记录 日常生活中的她,会跑去菜市场买钱 两个儿子穿的也不是什么名牌衣服 出生高贵的陈慧玲,如今四十三岁了依然气质优雅 相比小两岁的李香,却过得比陈慧玲要土豪的多 现在提到李香一家,大家就会不自 觉得联系到两个字,土豪 李香自曝月开销六十万,李香经常带着女儿 王诗玲出席活动,不遗余力地将奢侈品往 女儿身上堆,都是满满的豪气饭 王诗玲一身的名牌,豪门姿态一览无遗 李香家可能是奢侈品的拥促者 王诗玲小小年纪大多数时候 都带着各种名贵价值好几万的包包 平时接送王诗玲上学的都是一辆豪车 外加一个司机一个保镖,道孝老师还得搀扶 李香他们一家三口光吃都要花多七万 而且给女儿一个月的开销都是六七十万 正常工薪阶级好几年的收入啊 当然那是李香他们一家有本事赚钱 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了 土豪与平民的差距是金钱 而土豪跟豪门的差距是生活态度 陈慧玲的这种有钱人的生活态度 不奢侈,不浪费,做善事,接地气 是很值得的